经常有龟友来问我 为何自己的乌龟长得慢 有多慢 有人说半年了也没见长个 关于这个问题 我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首先要说明一点 龟类的生长 它不是匀速地 是变速地 一般影响龟类生长速度的因素有三个 第一 饮食因素 喂的多肯定长得快 喂的少长得慢 这个很好理解 但是有些朋友说 自己喂的也不少 还是不长个 这里就要讲到第二个因素了 第二 空间因素 饲养环境大不大 也会影响龟类的生长 常年把一只龟养在小环境里 会限制龟类生长 生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它们会尽量避免 让自己的生存压力变大 所以一个大环境 更有利于龟类生长 当然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三 状态因素 一般到家时间越久的龟 平均长速就越快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般刚到家的新龟 长得都比较慢 那是因为 它们对环境不熟悉 影响了生长欲望 说白了 就是心情不好 吃啥都不香嘛 时间久了 对环境熟悉了 状态好了 生长速度就会加快 这种状态 圈子里面有个词来形容 叫养定 养定的龟 长速就会快了 当然 现在也有所谓的江苗 就是长不大 这个是基因问题了 爸妈瘦小 子袋瘦小也没辙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要长那么快干嘛 我就不急着它们长根 长大了 还没地方养呢 对吧 我是小豹 我们下期再见啦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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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